小時候聽到同學說自己是順德人 通常都會忍不住問他 順德人?是不是真的這樣順德人? 那時候對順德一點形式都沒有 順德到底在哪裡?有什麼? 完全不知道 這次第一次來順德 對順德就多了很多形式 原來順德以前是一個縣 在92年由縣變市 接著又在03年由市變區 低屬佛山市 據問大多數順德人都不認為順德是佛山的一部分 更不會覺得自己是佛山人 在情感上順德人對佛山沒有什麼歸屬感 甚至有人覺得順德是被強行拼入佛山的 網上更加有人用企業合併來看順德歸屬佛山的政策 他們的言論令我不其然想到香港回歸 香港人大概都會說自己是香港人多過說自己是中國人 情況是不是跟順德有些類似呢? 或者香港人跟順德人一樣 純粹是以自己成長的地方為傲 很想透過身份的宣示加深對自己熟地的認同 說到引以為傲 香港和順德都是美食天堂 東西好吃到不得了 爸爸在很多年前來過順德 他說對順德最有印象的有兩樣東西 其中之一就是細小粒的水餃 皮很硬硬很好吃 不過隔了那麼多年不知道還能找不找得回呢? 哈!又真的被我找到喔! 美食是經歷時間考驗的 在享受美食之前不如先到處走走 做一下運動 吃東西的時候就會更好胃口 步行街旁邊的棧道有條樓梯下去伸穿大街 可能在以前來說 這裏已經算是大街 畢竟有車行 逛逛逛逛 有位嬸嬸知道我們從香港來 我要帶我們去看古樹 還看了一些很有歷史的房屋 這裏是三碗梯 這裏是五碗間 這裏是八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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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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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 但其實他們是鎖實的 也不被人除去 那這些就是我 這些就是我 這些就是我 這些是陰幕 剛才那些幕 另外是這麼好心的嬸嬸 好多謝你豐富了我們順德的旅程 離開新村大街 向著河邊走去 在河半發現了好有順德特色的雕塑 圓河一路向北走 來到鳳嶺公園 去到最高的地方 可以一覽順德全景 滿意搜索的性能 逛宁公園 離開鳳凌公園 向東走就會來到圖書館 在圖書館旁邊正在建地鐵 建好之後就可以由順德大良站坐地鐵去廣州 鍛鍊完身體 還補充精神食糧 是時候找些東西去治療 原來順德也有不少街頭小食 對了,之前不是說過有些小小粒的水餃嗎? 那些水餃真的很小粒 剛剛好一口一姐 來到順德,我極力推薦這裡的橡粉 好香味味,好有彈性 這間人民公園食堂,好地道,好划算 吃完飯當然要吃甜品啦 來到順德又怎麼可以錯過雙皮奶呢? 雙皮奶就是爸爸對順德最有印象的第二樣東西 在步行街有兩間買雙皮奶的店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聞順 因為它的雙皮奶甜度適足 奶味濃郁 還有一間店叫金磅娘奶店 雖然稍甜 但它的雙皮奶是三間當中最Q彈的 吃起來還特別清香 可能是水牛吃的草特別優質也不定 金磅比較遠離市中心 但因為它在大梁堂對面 所以祝拜完就順便去買了 旅程接近尾聲 回到香港前當然要買手信 我通常都會在一個地方買手信 就是街市了 最近灣仔都開了類似的水餃點 生肉是不可以帶回香港的 最後買了香甜煙韌的糯米粟 和鮮甜嫩滑的手絲雞 順德真是一個好地方 有機會一定會再來 就是這間酒店 來賣一瓶 買燈的櫻子 有機會 不可以接近尾聲 有機會 是甚麼人 在這間酒店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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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